花莲县政府首创富康暨常照民众网络定车系统2号在花莲县长许正位 以及众多嘉宾的见证之下正式启用 未来民众从单一入口网站就可以预约身心障碍者富康巴士服务 或者是常照交通接送服务 无需跨不同的网站预约服务也欢迎民众来多加实用 花莲县内身心障碍者约2.6万人 常照服务需求约1.5万人 现在许中会表示 网络系统提供7天前预约或是当天预约 并且提供乘车时间前后15分钟内 车辆位置的查询比以往更加便利 而且只要有使用本人的身份证之后就可以登录 避免资源被毋用或占用 那今年在现在今天我们也把整个富康巴士和常照系统的整合 把它做好 那5月份的试用 我想每一个软体都需要这个更多的使用者来使用 而让它这个更加的便利性以及友善性 那刚才看了我们的这个讯康 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吧 这个设计师来说明 我想在预约的第一次的基本资料的建置里面 是最辛苦的 而且也需要把第一次的预约系统 把整个基本资料建置好以后 其实在第二次第三次就会更加的容易 那我想家属也可以帮忙来这个先来做基本资料的建置 那连结到整个这个预约系统上面 那在这里无论是富康巴士目前有31辆 我们服务的对象用途是就学就业就养 还有一个社会参与的部分 社会参与这个部分是跟其常照巴士是不一样的 而常照巴士做的是就医还有附建的部分 所以它两个是不同 那目前花莲县在去年 我们开始在推动我们的友善旅游的部分 未来在富康巴士也可以来做这个友善旅游 结合友善旅游 这是一个属于这个社会参与的那个项目 那可以在这个项目下来执行 让我们身心障碍者或者是需要用到富康巴士的人 能够更便利的去参与社会的活动 或者是走到山林或者走到海边 我想这是用富康巴士来代替它的这个不便 让他们能够走得更远 而且身心灵的健康更是重要 因为家有这个身心障碍者或者是有比较辛苦的这个长者 其实本身如果身心非常的健康的话 其实这个家庭的负担 崩纬也会更加的好 花莲是一个幸福城市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被关照到 那更希望除了工部门的力量以外 而我们所有的这个兄弟姐妹们 能够视乡亲如同家人看到需求拉他一把 看到了这个弱势或者我们给他一个温暖的延伸 我相信这都是给人方面 给人希望给人力量 给人欢喜 我们能做到的全力以赴来做 那再一次谢谢社会处 将我们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社会福利 做得越加越贴近民众的需求 而让我们的社会福利越加越友善 现在学说表示 系统刚上线还需要调整以及规划 民众有任何操作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向社会出货式服务提供单位咨询 未来也会持续优化 并且也能纳入五障碍继承车服务 现在学说表示保障行的权益 也可以让线上有网络 线下有温度 记得请欢迎欢迎收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